第七 Weight and Ratio Part 3 這部份可能段片會比較短一點 因為我想簡單介紹一下 究竟怎樣去處理一些Free-Term Ratio 題目有兩條 第一條就是如果我要 因為其實你現在比例你都知道 其實是一些 在說一些同樣的東西比較 所以我們之前就在說一些 可能我和你的 有的金錢的比較 尤其是這些比較 其實不只兩個人可能是三個人 所以這些寫法 代表我現在有三個的比較 如果我現在給你 有一個Ratial就是 24比8比32 我們兩個時候 可能有些同學都會 24比8 你會把它放在計數機上 24 over 8 8,8,8,3,24 所以約完之後就是3比1 但是三個你就不能這樣計 但是在我們第二段片裏 也有介紹過 如果你想更加這些 我們有第二個做法 就是 其實我們都好像是份母 但是我們要同時間 兩個一起 雙乘或者雙除一些東西 其實那個Ratial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每一個都超過8 所以只剩下3比1 所以這裏也是 如果我們三個Ratial 我們就不會用份數去寫的 所以我們先想想 這三個有什麼平常的東西 都知道它是8的倍數 所以我每一個都除8 約了第一個的時候 約了第一個的時候 就會是3 第二個剩下1 第三個就剩下8,3,24,8,4,32 所以simplify完了之後 它就是3比1比4 我們一起看看B B就好像很複雜 有些份數 但是最好的一件事 就是記住它們三個都是KG 就是同樣的東西 我們不需要牽涉轉單位的情況 那 在這個情況的時候 我們都類似做回剛才的事情 我們想把所有都變成Integer 那所以呢 我想沒有了些份數 不如我 我看到好像乘15 好像可以弱一點 不如我每一個都乘15 那可能分數的成法 大家不太熟 你就用計數機幫你計一下 究竟7 over 15 會是多少 那你約了之後剩下7 那 4 over 9 x 15 那約了3 還剩下5 那底下那個還剩下3 那所以會是 4 5中20 20 over 3 那最後那個還沒剩下15 那我會剩下3 那我會剩下3 3 6 1 18 那你看到還沒全換成Integer 因為你看到 這顆還是一個數字來的 那所以我整條色 每一顆都乘3 就確保將每一顆都變成Integer 那所以第一顆是21 再比 約了就剩下20 再比 3 8 24 354 那所以這個答案 就會21比20 比54 那有時候 化檢完的時候 再看一看 究竟它還有沒有化檢呢 因為有時候 你成大了的話 其實可能會變成這些Case 那再看一下 究竟它們有沒有一些 common factor 可以約它呢 那記住 我們只可以 是一起做3顆 一起做 是沒有得呢 只是這兩顆 可能你看到這兩顆 好像有common factor 3 但是你不能約 那這個是第一部分 就教大家如何 去simplify 一些free term ratio 那第二部分 我想強調的就是 有時候的題目都會這樣給我們 那我們又看看 怎樣可以operate到這些 就是如果它告訴你 x比y就是7比9 而y比z就會是6比5 那究竟我們怎樣可以 找到x比y比z呢 那你無法把整段寫出來 我只能說x比z 那x比z 那x比z 那x是7比7 那x比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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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比z dubz 你記住,這個y對著的粒是這個9,這個y的粒是對著的,這個是6 所以,逢你做這些題目的時候,他們因為這兩粒的Ratheal是不一樣的 這兩個數字不一樣的,所以你不能這樣寫在一起,意味著我要把它變成一樣 9和6怎樣可以變成一樣呢?這條色,把x比y,會是7比9 即是等於多少?你看我刻意漏了少許位,因為我想對著它寫的,這個是y比z等於6比5 即是我想把這個6和這個9,是要變成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要配戴它,那配戴多少呢? 你可以想一下6和9的一個叫做LCF是多少,LCM是多少 所以可能你心裡想是18的,所以你要將這一條色變成18 即是代表你要將這兩粒一起配戴2 所以7乘2為14,9乘2為18 而這條色,因為我要將6變成18,所以我要將這條色乘3 所以記得在這個Ratio裡面乘2,所以要乘18比15 現在你看到這兩粒是一樣的嗎? 你的橫色也是這樣寫的,在考試的時候 如果你看到一樣的時候,你可以寫x比y比z等於14比18比15 這次主要是教大家怎樣可以把一些3 term ratio 好像剛剛的第一條例子 或者第二部分想教大家怎樣可以如果我給了兩個不同的Ratio 一個是x比y,一個是y比z,怎樣可以合起來 這個叫做基本的Operation 那去到第四部分,我們真的開始看一些daily life example 究竟如果在一些題目裡面 我們現在在生活環境裡面,我們牽涉Ratio的時候 我們怎樣處理 那我也想大家幫我完成Instant Jiu第八條 那我們明天回來上課的時候,我們會一起discuse的